奇怪,我現在經過慶龍中心 它已經封閉了,全部店舖都收拾了 為何還有人出入呢? 讓我繞進去看看 附近有很多垃圾 可能會遇到保安 有個人在這裏 為何會變成街市 不是全部收拾了 有人在做東西 它好像在收拾 收拾,收拾,收拾 還有人在 上次我拍過一條片 是一個再見慶龍 名字是再見慶龍 縱心 當時已經鎖了門 現在還能進來? 鎖住的 有鎖的 那不要緊 當是一條片 既然有機會讓我進來 都應該拍下它 因為這個商場將會清拆 建成一個廣場 是肯定的事實 只不過我原來進來見到 還有店舖有些貨 好像還在做生意 只不過沒有客人 大家隨便看看 是否覺得它好像還在開 但我是走側門進來的 而上次拍再見慶龍中心時 亦都鎖了門 為何現在好像重開 我剛才找到一位很好人的老闆 就問他 老闆 這裏不是清拆嗎? 我上一條片都說到這裏是清拆的 他說上一次我已經進不來鎖散門 那時疫情 現在開始疏鬆一點 就開給我們做生意 但是那個拆樓方面 是還在申請中 還未申請到 所以是繼續的 我們現在疫情好一點 就開放營業 那整個故事又不同了 那我上次的再見慶龍 就應該遲些才放出來 但怎樣都好 我們看見現在疫情的情況 很多都已經是真的收拾了 但是是有些人 還有很多貨品還在銷售 但是人數真的不多 因為現在 我以為它是完全封閉 所以沒有想過 我其實打算進來 是拍到一些 退門拜雅 開始清拆 一些鋼筋 水泥拆掉 原來還在做 好緊啊 老闆坐在這裏 我們不是表錯情嗎 這些茶几桌 大家有沒有印象 或者華人之光 那朝的燈 那支機密燈 因為這個商場 沒有保安 應該沒有 怎麼養得起 所以我暫時沒有擔心 會有人阻止我拍攝 但是賣的商品 有些我們剛剛移民時的感覺 華人之光 黑色的 通常我們買黑色的華人之光 hello准燈向上寫 12.99元 這裏原本的酒樓就真的關閉了 這個是很久的了 這裏原本的酒樓是一個鋪位來的 只不過是 就是硬弄大一點 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 裏原本的酒樓 就間成了 可以分到幾個 一二三三個小檔 其實這兩個都已經沒有做了 這個是菲律賓的東西 這個 這個不意思 你不要看它的中文字 它是炸雞 菲律賓的東西 裡面那些才是中國人 我現在看到它有開帝 真是 怎麼會有生意 這裏有一間 hi-fi店 還有可能有些人 還有可能有些人 好像在製造一些郵票 這個當年 也叫集友天下 是的 有一間古董 hi-fi店 好 如何都好 我今天親身進來就應該推翻作的迪我 因為那天說它已經完全封閉 要清拆 但其實清拆是遲早的事 不過還未發生 商場仍然開放 好了 我剛才進去逛了一圈 現在離開了 其實我覺得開不開放 效果好像一樣 因為那天沒有開放的時候 沒有人 今天開放也是沒有人